我们来看这道题 在之前咱们遇到过一个这样的题目 同一个程序经过多次创建 形成的是不同的进程 当时我们强调了 同一个程序经过多次创建 每次创建操作系统都会为 这个新创建的进程分配一个不重复的 唯一的ID来作为进程ID 所以经过多次创建得到的这些进程 他们的进程ID其实是不一样的 自然他们肯定也不是同一个进程 所以当时这个题目我们选的是 形成了不同的进程 那么有同学提出疑问 就是说这个题目中 一个程序经过多次创建 所形成的进程ID是不重复的 唯一的 那么在这个题目当中 这些线程被多次调用 他们的进程 他们的线程ID 是不是也有可能不一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区别 首先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在这个题目当中 它的谓语动词是说调用 而不是创建 创建的时候 系统肯定会为它分配一个唯一的ID 作为这个进程ID 如果创建的是现成的话 那就是分配一个唯一的现成ID 而这个地方所说的是调用 那么像这Windows操作系统里的动态DR库的系统线程是怎么工作的呢 假如说一个用户进程想要请求操作系统的服务 那么他只能通过系统调用的方式来向操作系统发出请求 比如说用户进程一想执行一个IO操作 于是他发出了一个系统调用的请求 那么操作系统当中的这些系统线程会有各自不同的分工 比如说系统线程一他是负责处理IO操作请求的 那么用户进程的一的这个IO操作请求 最终就会被抛给系统线程一来进行处理 那么同样的 假如说此时有另外一个用户进程也需要进行一个IO操作 用户进程三发出IO操作请求 那么由于他同样是IO操作 最后他也是会被抛给系统线程一来进行处理 但是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 这所提到的动态DIR库的系统线程 这些系统线程并不是每调用一次就需要重新创建一次 并不是每调用一次就需要重新创建一次 这些系统线程和用户进程之间是没有从属关系的 这些系统线程它其实从属于某一个操作系统的服务进程 所以即使这些用户进程被撤销了 那么这些系统线程其实也依然会存在 那么不同的用户进程发出同一个这种系统调用请求的时候 最终其实都是会被抛给同一个系统线程进行处理的 那么由于这个系统线程并不是被多次创建 当然它的线程ID也不会改变 所以这个题目应该选B 它们是相同的线程 好的 那么这道题将解结束 那么这些信念是在这种系统线程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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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